我們 剛剛那個 把那個畫面做完之後這個OK的 那另外的話 我要把那個05放進來的話 特別重要這個05怎麼放到這邊來有沒有 剛剛本來是壞掉了 那現在的話呢我就讓他出現 那怎麼讓他出現其實道理 很簡單 跟剛剛的方法差不多的一同 那這個05的圖我是剛剛是把它放到這邊 一樣 是有一個image放在這邊 如果我要替換他的話 首先我要知道說他 這個裡面是什麼東西啦 後來我查了一下因為我是用那個 這個Chrome瀏覽器 這個Chrome瀏覽器把那個剛剛我們我們的那個 我不是直接放 這個本來是即時嘛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網頁裡面 網頁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link裡面 這個link裡面 我就把它直接拖拉到這裡面 讓他顯示反正就丟到這邊 那我要知道說因為我有些訊息我不知道的話 一個方法就按右鍵 可以檢查 檢查怎麼檢查就是說 這個裡面到底他 這個 他的class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得到一個class 他的class的icon的名稱 這邊就顯示出來 他的icon名稱叫這一串 ui icon 什麼 current 一個-r 就是r 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 因為 為什麼會那個圖找不到 因為我找不到這個class 所以他找不到這個class 他就 失效了 那我要怎麼讓他變回 很簡單 我就在創一個什麼 創一個這個class給他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class就是一個點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名稱複製了 複製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怎麼樣 剛剛我們不是在最上面不是有一個什麼 ui icon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把 剛剛 上面零四 複製下來 然後零四的部分 有沒有 一定是點嘛 所以把那個點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剛剛那一串貼上 OK關鍵的地方來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產生一個新的icon 對應的關係 所以呢 他如果那個消失沒關係 將來你可以用這一招 可以去找到 他那個到底為什麼消失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不然的話說真的 這個有點複雜 裡面的話 他官方的說明其實有一大串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取代他 所以我就給他零五 然後pixel 這個24 24 OK 那style結束掉 所以呢 等於是說他本來沒有 那我要讓他恢復的話 我就是找一個style 去取代他 所以他就知道說這個原來裡面 本來找不到東西 那我就跟你講說在這裡 所以他就把零五幫我放進來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到的結果就OK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 那個地方出現 沒有icon的話 教各位一招 這招其實 還蠻管用的 以後的話 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可以找到你那個icon為什麼消失 1 直接按右鍵 找到消失那個地方按右鍵 2的話呢 檢查一下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背後的程式到底缺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平常 用的一些方法 然後呢 再來就會出現什麼 一個class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這一串裡面 他的 語法 是這個class 等於這一串 那關鍵的地方其實應該是在 最後 最後面這裡 就這一串 所以之後 好像返回那個地方如果 也是一樣的狀況 你就是在 創一個返回的那個 那個什麼呢 一個 一個class 給他 那他會返回 就會恢復了 OK 利用這樣的方法的話 也就是 很多地方 App 本來不行的都 變成通通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其實做出來一個App 應該就有一定的 質量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我們主要 就是把那個 這個 這個加上去了 另外的話 剛剛有講的 這個 這個部分加上去 我單位也會把 這一段 這個方法 把它貼到 所以這邊的話 Style到Style 複製 那我一樣 會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這邊 OK所以 這個是0102 0304 05 OK貼到這邊 請各位 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就是自己 再到這邊 參考一下 把這個 本來 原來那個地方 這個 圈圈感覺就很不好看 你就把它改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 等於是說 我們主要 就是變更圖式 變更 圖式 然後前 就有一個 比較重要 就是升級到 1.45的版本 所以Style也要全部升級了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升級到 1.45的版本 你才有辦法去 變更那個圖 否則的話呢 你那個圖 就會像之前一樣 只有醜醜的那個樣子 OK 就只有17個圖 可以用 所以 但是這個也蠻 蠻掙扎 為什麼因為你升級之後的話 就 會 有更多的難題 等真 各位 還有上個禮拜那個 config.xml 好像同學直接 複製貼也不行 你乾脆直接 從 雲端上下載 我那個config.a 直接下載改 可能應該這個問題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發現直接下載來改 好像就 就 相對的就沒什麼 問題發生 反而你直接 從雲端複製貼好像就是有問題 這個 這個就 蠻奇怪的 那 當然我們這邊是盡量提供給各位 就是 一些解決 的方法 那至於 要怎麼把一些問題給克服 都是 必須你自己要 還是要找 就是 試著把答案找出來 因為有些東西 怎麼做的方法 真的也是 像剛剛講的這些方法 都是我自己 想一些方式把那個問題給解決掉 就是感覺好像前面沒有路 但是你就是要想方法 讓那個前面有路可以走 然後把這些東西給弄出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至少 希望你們將來在那個 未來你的畢業專題裡面 也可以 做出自己的App出來 剩下的時間的話 就給各位把 今天的部分 加上去所以今天 等於就是 多一個練習題 就是 自己創那個圖示部分 然後並且把那個List View 也把它清單改一下 嗯